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如何使用分层纹理和UV级 那么所谓分层纹理就是在共用一个UV布局的情况下 给模型表面添加多层纹理,让它们叠加到一起 那么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复杂操作来进行个性化布局 但是这实在太浪费时间了,非常的不方便 而UV级的作用则是可以在分层纹理的基础上 使用多个UV布局分别控制不同的纹理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来控制透明度等等 这完全看我们如何去灵活应用 好了,废话不多说了,我们首先准备给模型设置一下分层纹理 那么这里我们准备了装纹理、花纹理、蝴蝶纹理 我们要让它们融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纹理布局 那么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我们所使用的纹理叠加 黑色默认是透明的 所以我们在处理纹理的时候尽量使用黑色背景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多边性平面 现在我们给它指定一个新的Lambert材质 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个颜色属性上连接一个分层纹理节点 我们在这个分层纹理属性下 我们点击空白处就可以新建非常多的层 那么这里根据我们的纹理数量我们总共需要三个层 然后我们在颜色属性上分别连接三个不同的文件纹理 好了连接完成之后为了区分纹理 我们分别给文件节点重新命名一下 命名完成之后我们回到分层纹理 我们开启纹理显示 想要看到叠加效果 我们需要更改一下混合模式改为Add加法 如果要隐藏当前的纹理 取消勾选这个可见性就可以了 那么关于设置纹理的覆盖范围 旋转以及纹理重复 我们可以在材质编辑系中获得更直观的处理结果 就比如这个装纹理 我们选择和它相连的2D纹理位置 我们可以通过修改它的覆盖值来放大纹理 如果需要重复排列我们可以增加重复UV的次数 再比如这个花朵纹理 我们可以通过贴图旋转的滑块快速调整纹理的角度 当然我们旋转UV也是可以的 那么通过这些设置基本也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但是控制起来可能不是那么的方便 所以接下来我们在分层纹理的基础上 进一步的用UV级分别控制纹理 现在我们打开UV编辑器 那么对于新建UV级 如果我们是要直接使用单前的UV 我们可以选中UV壳 然后在UV设置中将单前UV复制到新的UV级当中 这个名称我们可以根据自己添加的纹理来命名 比较好一点 这里我们既转装纹理使用这套UV布局 其次如果我们不想要这个UV布局 我们要自己重新创建UV 我们可以打开UV编辑器 点击新建 然后我们在创建菜单下选择屏展 如果看不到UV没关系 我们手动展开UV 然后CtrlL布局 接着我们在修改菜单下将UV可修正 这样这个新UV级就新建好了 我们重新命名一下 让花纹理使用这套UV级 另外我们也可以直接在屏展中直接创建UV级 我们打开屏展设置 在最下方勾选创建新的UV级 输入我们蝴蝶使用的UV级名称 点击创建就可以了 接着就是一样的展开和布局 非常简单 那么到这里 三套对应的UV级就创建完成了 我们可以在这个小窗口中选择切换 也可以在UV级中选择对应的UV级进行切换 好了创建完这个UV级其实是没有起作用的 我们得使用关系编辑系中的UV中心来进行光连 将它们分别连接到指定的文件纹理上才能发挥作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我们的规范命名 想要怎么连接是一目了然的 装UV级就关联到装文件纹理 花UV级就关联到花文件纹理 蝴蝶UV级就关联到蝴蝶文件纹理 非常的简单 比如我们要调节装文理 我们直接在UV级中切换到装UV级 我们通过调节UV就可以快速的得到我们需要的纹理效果 然后就是这个花纹理 我们选择花UV级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调节花的位置 大小以及角度 最后就是这个蝴蝶纹理 我们选择蝴蝶UV级 也是一样的调节方法 好了那么到这里我们基本上对分层纹理和UV级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另外如果我们要用UV级控制透明度 我们需要在透明度上先去链接一个节点 这样我们就能在关系编辑器中透明度属性下找到对应的节点 好了那么关于分层纹理和UV级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